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何者是癫痫发作时错误的救护方式呢 第一个是移开周边的物品 第二个是塞硬物到口中 第三个是保护患者的头部 我们先来问安安 正确答案是 我觉得是二塞硬物到口中 因为我觉得患者发作的时候 已经就是没有知觉 然后他已经没办法控制自己了 如果你还硬塞东西在他嘴巴 他可能会造成他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是二 我也是你的答案 我也觉得是二 因为他在发作的时候 也不能控制自己 那他做什么事情 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你又塞一个硬物进去的话 他可能会造成让他更危险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二 气仁你的答案呢 我觉得是二 因为你放衣物在口中的话 你会可能咬到舌头 那那样子会造成更危险的状况 所以所有人都选二 蔡医师我们正确答案真的是二吗 我觉得今天观众很有生死 其实在颠险大发作的时候 其实我想第一个我要建议是 绝对要冷静 不要紧张 因为他的抽筋 他这个抽筋的动作 大概延续了几分钟 大概就自己会停了 所以不需要特别紧张 那医护人员可以给药 这是大家没办法做的之外 其实对于这样的患者 各位能做跟我能做 其实差不多了 那我这边有三点的建议 第一个在发作的当下 你一定要先确保 患者周遭环境的安全 比如说要发作了 我们是不是先扶着他 先躺下来 OK 那你用你的外套 或者拿个柔软的东西 垫在头的后面 免得他一直抽一直敲 这样又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那周边的桌椅 我们就把它移开 或者是说 他的有眼镜就拿下来 手拿个笔啊什么 就把它取下来 避免待会在抽续的时候 造成一些额外不必要的伤害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要保护患者的呼吸道 畅通 那刚刚那塞硬物到嘴巴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概念 如果两个状况 塞进去被咬断了 掉到气管 那掉到 又造成窒息 那这很麻烦 那万一咬不断 变成牙齿断了 掉进去 那一样的问题 所以塞东西到嘴巴里面是绝对是错误的 那保护他的呼吸道 比如说 他有绑领带 怕他待会在抽续的时候去拉到 我们是先把领带解开 或者围巾解开 比较紧的衣物 上面一个两个扣子 所以我们先解开 那在抽续的当下 我们不需要去拉他 可是刚刚我提到 在大发作之后 患者会有一段时间 很虚弱要睡觉 这段期间 倒是可以把他的头转一边 让他的口水 分泌物流出来 给药去抢到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就陪伴跟观察 OK 当患者慢慢恢复意识的时候 他看到旁边是有人陪伴的 那对他心理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定的感觉 OK 那你能观察 他刚刚整个抽续时间多久 是怎么发作的 哪些形态 因为可能待会 你要陪他去看医生 那他对刚刚发生的事情 绝对不知道 所以必须你跟我讲 那你的给我的information 对我待会要做检查 治疗 这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大家已经要 熟记这三个原则 除了这三个原则之外 就是他们在平常的 饮食方面 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呢 OK 第一个 均衡的饮食 我想很重要 尤其是定时定量 有一个很规律的 那个用生活的作息 这是我们一旦在要求 点险的患者要有 那另外在一些 矿物质 维生素的补充 那也是很重要的 那或者在纤维素的补充 因为如果说 他的大便 比较硬 会有便秘的现象 在用力的状况下 也很容易有点险的问题发生 OK 那第二个是 我们尽量一些 刺激性的饮料 就不要 像咖啡啦 茶啦 这些 它会兴奋你的脑神经细胞 那这个东西 我们就尽量避免 像酒 尤其酒一定要避免 那第三个 尽量避免大量 瞬间喝很多的水 为什么 因为这些水进来的时候 它会造成脑细胞的水肿 那我功能本来就不是太好了 我现在又肿起来 那我想它的点险发生几率就 比较高 那第二个 大量的水进去 我们体内血里面的钠离子浓度会降低 低血 它本身也是一个耗发的原因 危险因子 OK 那对神经细胞 那我在门诊一直在强调病人 维生素B群的摄取 对神经细胞是很重要的 那尤其是维生素B6 那这B6它在一些深绿色的植物 蔬菜里面 或者一些豆类的制品 我想腰果 坚果类都可以摄取得到 我想这是我会特别建议 所以其实癫症患者在饮食方面 也要熟记这几个原则 但是我们知道说 它在治疗的时候 有可能抗癫症药物 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对啊 就是曾经有一个病例 他就是五十几岁的男子 那好像就是因为车祸脑出血 后来就开脑 然后开完脑以后 就给这些药物来控制 结果没想到 他吃了这个药之后 就是皮肤就脱血 溃烂得很严重 后来那个医师就跟他说 可能是一个叫做 Steve Johnson的症候群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样 还又多住了一个多月的住院 像他这个病发症 史蒂芬强生症候群蛮严重的 是 抗肩癫的药它有很多种 那每一种它的副作用都不太一样 像第一线最常用的那个 Dalentine 这类型的药物 的确它很容易造成所谓一个很严重的过敏反应 就是史蒂芬强生症候群 那发作的时候 它全那个皮肤跟黏膜都会溃烂 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严重的副作用 那有些药物可能会造成 钙质的吸收出问题 所以是不是就容易造成不知疏松 只有可能 那有另外一型的 它可能对肝 肝的功能会有造成一些影响 甚至会造成钾离子降低 那钾离子降低 我的凝血就有问题 所以诸如此类的副作用 其实是很多种 那我想医生在帮您开这些药的时候 这些状况都会帮您考虑进去 所以在定期 也会帮您安排一些特定的检查 来监控一下用药的状况 那这边我要呼吁 我们的患者千万不要因为说 你拿了药你觉得吃了不舒服 然后我就 是不是我减药 或者停药 其实这个很容易让癫痫 又马上又发作出来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拿了药 你觉得吃了不舒服 你可以回诊 或者是我提早回诊 跟我们的医师讨论 我是不是要换个药 或者剂量我调整一下 我想这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那癫痫有没有可能被治愈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管话之后告诉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